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未病之病 中醫醫育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B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兒 老人科醫生 莊麗 今集比較特別 我還未訪問過 運動員或運動 我訪問過很多次 今天Hailey介紹了一個 很特別的職業給我聽 就叫做運動公關 叫Gordon 大家好 休憶中 嘩 嘩 不好意思 都很高大 所以我剛才一直在車上問Hailey 是怎樣的 背景是怎樣的 他本人是怎樣做運動的 你知道我們剛剛看完世界盃之後 那些教練都未必是足球員 他是那種 他會跟運動員很親密 或者是懂得跟他們做一些聯絡的工作 但自己不是運動員 不是 他很大隻肌肉 對很大隻 應該都是玩肯運動的 這樣 我們首先要問Hailey 先讓Hailey的介紹 你怎樣認識Gordon 我們是在一個吃飯的地方認識 朋友一起吃飯 認識了Gordon 我當時對他很有興趣 不是 知道了你就快嫁了 你就快嫁了 我接受了 當然要接受 他這麼漂亮 因為他有很多個身份 有時候有說財經 有時候有說運動有關的事情 有時候在電視節目也會看到他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有很多不同範疇 很想認識Gordon Gordon這麼大隻 因為運動公關 一會兒讓他解釋一下 怎樣叫運動公關 我們首先問Gordon 本身讀書是讀哪個範疇 其實我是讀全理系 全理?難怪解讀 這個兒傳已經解開了 所以會對媒體比較熟悉 有興趣多些 但其實這是官方的版本 因為我小時候比較害羞 你不像 真的很害羞 我以前讀男校 認識不到女生 上大學的時候 然後發現原來讀全理系的比例是 男生一個對女生七個 然後很開心 然後就覺得 可能我有機會認識到女朋友 這個很好 很不爭氣地選了全理系 我本身不太偉大 但後來真的讀過科 真的喜歡做記者 你有沒有做過記者? 我做過四年 哪份報紙? 我是做過成報的港文版記者 港文版? 是的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新聞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通常以前是30分鐘的新聞節目 最後一分鐘至兩分鐘都是看新聞 我頭二十八分鐘都不看 那時候我爸爸就是 這個混蛋不出色 我只是看新聞 後來真的出來工作的時候 就發覺想起這件事 就覺得好像也要跟爸爸有個交代 不如試試做港文版 其實我對港文是以前不認識的 就迫自己做四年 但也喜歡做 有什麼體驗? 很有興趣的 港文版 你是做A1嗎? 也做得多A1 其實因為始終是男生 跑去 老闆是會希望你做多些危險的事 是的 我很想聽 你們有什麼危險做過 我想真的 現在說的我覺得很輕奇 可能真的要你坐一個亡命小巴 以前的亡命小巴真的非828384 現在應該沒有這件事 其實為什麼你要坐亡命小巴 你是訪問亡命小巴 還是我要知道亡命小巴怎麼亡命 還是我要用亡命小巴去追蹤一段新聞 因為十幾年前剛剛通過一個法例 每架小巴是要裝上速度監測器 如果過了80便會追蹤 我坐過 或者有些人改裝了 過了80便會不會追蹤 還有也有很多意外真的產生了 然後怎樣 你就特意坐在報道 要坐在那裡 其實你是蛇來的 我是蛇 我是蛇 你蛇 王子 現在沒有人 你現在離開了那個房 不過我很想聽 然後可能做個荒蛇 坐亡命小巴 然後可能買屍煙 就是看看買屍煙的運作 然後走屍雞又要做 我覺得這件事很興趣 原來你不知道 我想繼續聽 我家人自己也做報業 對 你又不知道他怎樣 你更誇張 因為我家是姓馬 我哥哥也做過港文 但我聽他說要駕駛電單車 鬥快去到現場拍第一手照 就拿了毒架 可能躺在地上 脫頭脫骨 對 他有些案件說起來也很恐怖 很害怕 繼續 然後還有什麼事 例如大家不記得 2008年香港舉辦過奧運馬術 那時候就要測試保安 可能曾經有個同行 就特意拿把刀進去 我們就沒有那麼危險 結果我們走到整個公司地方 都沒有人截我們 好恐怖 原來你們專門測試 免費測試 很划算 但你報道出來 還沒有想指 對 老實說 有時候我們寫新聞 不是為了令人難做 但當時做記者正義感 就是想報道多一些新聞 和大家開心一點 你是不是心裡有正義感 不好意思 你不要介意我這樣問 我老婆愛上學 因為我有正義感 哎呀 心心眼 哎呀 哎呀 到現在也是 對 突然加了很多分 對 任何時候都很魅力 對 突然加了很多分 你果然認識追女生 入了全理系之後 那四年裡 你可以說一個最驚險的故事嗎 最驚險的故事 我想不算驚險 但可能在社會上比較均動 我不說牌子名 總之 當時有一個本地的品牌 做得很大的 有連鎖店 其實他們一向有名 是玩一些踩界的slogan 其實我覺得在藝術角度 是沒有問題的 有一次 我當時的老闆 經過那間店 看到他們出的T 就是14KT恤 就像三合會一些諧音的T恤 其實他們可能只是想寫14K金 但不知為何我老闆 當時的額頭就覺得 為何這間店 這麼明目張打 對 這麼明目張打 這些三合會的T恤 他就找我去做 當時我有一個年輕人 照去拿衣服拍照 寫一些報道 看看衣服有多少件 然後回去寫稿 通常這些 想著沒有什麼新聞價值 我覺得 想著寫三四八字就算 誰知道我老闆就說 當然不是 這麼難得我們有獨家 當然寫頭版 我沒有記錯是一千加六百加六百字 即是二千多字 很少寫那麼多 對 要寫那麼多 但沒有思願 純粹是新聞報道 他的角度 他覺得有價值 他扭的角度就是 首先找立法會議員 說為什麼這件事 穿這件T恤 如何唐獨青少年 然後找法律顧問 問這些有沒有法律問題 自稱三合會 第三就是我們真的有打給品牌公關 去回應 但因為當時的品牌公關 那個小姐可能是對開時裝版 或者娛樂版 她沒有想過那個港民版問 是要認真處理的 她就很輕鬆 我們都是玩一下 我們出件T恤 不怕被人抓 我們也是照射 結果兩天後 警方派了十八個人 去銅鑼灣店 拘捕了十八個人回警局 其實這件事後來在藝術界 引起了一大的討論 結果是怎樣 結果都沒事 結果後來幸好 都沒有下賣 不過就搞了大半年 可能帶她回去調查 問一下為什麼這樣 那些 哪個設計 警方當時08年 真的回去收了衣服 收了明信片 你是讓我第二段 這樣聽下去 因為我08年 不像香港一樣 所以我又少聽到 我會覺得原來有時候 傳媒做了一些事 令到引起一些注意 而會做了一些行動 沒錯 因為我看到有時候 正義感就是這樣 例如最近很多新聞 都是 警方都未必來 可能傳媒說完之後 才反過來選擇 所以你的正義之思就是這樣 但你真的不怕被人尋仇 應該是不會的 為什麼呢 我又想知道 為什麼不怕 其實沒有 我想最怕一次是去拍攝世界杯 十多年前都有 世界杯有什麼問題 日本嗎 不是 會去香港某些地方 翻版T恤的店 拍攝一下他 去翻版T恤的店 其實拍到海關都回覆我 他是習慣回來的 我們捉了他一次兩次 所以我拍的時候 那個人是嘗試想打你 真的會動手 你這麼高打怎麼打你 當然 他比你更高打 也沒有 其實都是要處變不驚 你怎樣 他揭發你拍照 你會怎樣 那時候都會表明身份 我是記者 他都不會做什麼 不過他會兇一兇你 都是這樣 難怪真的找這麼高大 找這麼高大的人去做記者 難道你會做什麼呢 為什麼後來做完四年就退出了 當時真的發覺很少時間見到家人 那時候我二十四五歲 然後發覺一個月和家人吃到飯 都是一兩次 我覺得不太健康 一個月 對 因為做港版記者的工時是很不穩定的 可以今天回到早上九點放 晚上十一點 可以第二天回到兩點放十一點 然後你永遠都不知道第二天的行程 你是約不到朋友的 我記得那時候很興奮 晚上九點下班 對記者來說好做 港版記者 然後我打給朋友 吃飯了 不如吃完了 那時候不是很流行 所以大家就不會見面 那時候在想 其實我們當時做記者 都不是為人工 但又覺得好像人工 又未必可以讓家 然後自己的時間又好像掌握不到 變了就開始 即連人生都掌握不到 錢又沒有 朋友又沒有 有沒有女朋友 那時候更加難拍拖 都有的 但很少見 很慘 你見是很少見 還有我覺得最主要是令到 我會想一想 我想十年後 是不是都會這樣 如果我有家 那一下就 有點要縮沙 我都覺得自己是逃兵 我覺得 都可能要縮沙 嘗試其他行業先 那你老闆有沒有留理 做記者時候 當然不用了 因為有個這麼好用的男士 但又知道你區議 他就不會留理 那你那時候說要跳出來 那你那時候意向是做些什麼 你有這樣的經驗 那你那時候已經 你不是說一走就走 你不是拿詞 那你有什麼計劃才說持工 其實當時都嚴格來說 是嘗試第二行業 第二就是那時候很特別 剛剛二十四五歲左右 開始很多朋友創業 有些朋友可能做偵探 有些朋友做魔術師 有些朋友做魔術師 有些朋友可能接了媽媽 做第二代做火鍋店 有些可能做金融 剛巧這群朋友 在很短的時間 同一時間是不認識的 但無緣無故問我 Gordon 如果我們想做好branding 那時候沒有說branding 即是他想做好marketing 應該怎樣做 那當時他找我 也是想問我 介紹別的朋友給他認識 誰知他覺得 人家正式公司室很貴 就個個都說 不如你收便宜幫我們做 我覺得又好像一個機會 因為我是不會做公關的 我是從來都不會做公關的 但後來我是做記者 但認識人多了 認識人多了 然後他就說 可不可以做一些發佈會 或者記者會 不如你做記者一定認識 他們覺得你一定認識 心裡很直接跟他說 其實我不懂 不過我可以試一下 就開始自己做公關這條路 同時我好像打籃球看NBA 我把稿寄到台灣本雜誌 其實一開始我寄給香港媒體 問朋友或寄過去 但香港有個情況很有趣 就是覺得你沒有做過這件事 你是沒有資格去寫專欄 但台灣就覺得 你試得很好 文筆 有個香港人肯寫稿 又寫得挺有趣 寫廣東話很搞笑 就給了機會我寫 所以我在台灣本雜誌寫了四年專欄 反而有這個經驗 香港的傳媒又給我機會 那你在香港就寫了專欄 香港我寫籃球寫了十二年 到現在都有 但因為寫了籃球 中間有些時尚雜誌叫我寫愛情 然後有些財源雜誌寫運動的產業 所以我的花名就是 那邊加兩頓字 就是愛情運動公關高 這樣想到別的東西 基本上是三件事 愛情運動公關和歌 我也有朋友讀傳理系 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聽我沒有記錯 你應該更年輕 我們那個年代是難入的 分數要很高 而且你一直在說寫文 其實你是喜歡閱讀 和文筆應該都很好 我看書的速度快 如果看中文書 即是中文字的書 我想我可能三、四個小時 我看完一本 而且你喜歡看書 我喜歡看書 因為我覺得看書 不知我的感覺 看完一本書 我就會懂得多些東西 或者學到多些東西 你爸爸很開心 看到兒子喜歡看書 但也不是以前小時候 不喜歡讀書 但不知出來喜歡看書 那你小時候讀書厲害嗎 很天才波 可以上學期考好 下學期考最後的朋友 即使是你的心理影響 即是看你瘋不瘋 對 我是不是 你肯定是讀文科 讀文科 讀書不厲害 但背書很厲害 我小時候 已經贏了一大節 有哪一件事不是要背 你就是很順理成章 或者一帆風順地讀到大學 就是喜歡讀書 讀不讀不讀 那種又不會最差 又不會最好的 總之夠分入 又讓你入到你喜歡的科目 去到寫東西的時候 說你很有趣 因為廣東話 我們經常覺得是輸蝕 說國語一出口便成文 我們廣東話出口不成文 但真的很過癮 這些說話 台灣人會明白嗎 台灣人其實現在更加明白 台灣人因為喜歡看周星馳的電影 所以有一些笑話 他會取得到 又或者真的取得不到 我就會打個聲 就說這個廣東話是什麼意思 那有多好 例如我們不是寫一個很厲害的 其實很厲害是很少說的 但他們很喜歡說猴厲害 猴子的猴 因為發音是跟香港的猴厲害相似 所以有時候寫台灣人 都會不能做一個猴厲害 你教會 你為廣東話爭光 對 廣東文化爭光是你 對 因為他們很喜歡看 周星馳真的很影響 很深遠 其實很大影響 因為廣東文化 對 那你就很生鬼地 把我們廣東人的文化 帶了去台灣 叫做是 回來香港有很多人找你做公關 你又寫了十二年的專欄 又有愛情的專欄 看球就是因為你每一次看 好像剛剛看完世界盃 這幾天的鋪天蓋 都沒有停過 那些文章 那你就是NBA 年年都有 貴貴都有 那你就會看 會寫 請問你愛情又如何 你只有一個老婆 一個老婆 好像老婆前有很多情人 因為當時為何會開始寫愛情的東西 其實有居然黑的 因為我性格比較喜歡幫別人 通常人們找我做事不是犯法 我都會做 試過有個潮流雜誌的編輯 因為我本來幫他寫一些運動東西 他就寫愛情的同事走的路 問我興趣有沒有頂一下 怎樣頂啊?你要寫得到才行 完全是兩樣東西 也可以的,你可以把朋友的朋友或朋友的經驗寫下去 朋友的朋友就是自己,朋友的朋友就是你 可能還是說一下香港男生有甚麼吸引的地方 因為有些朋友很想知道 例如他想認識台灣的女生 有甚麼吸引到他們,又或者甚麼要注意 其實我也聽過一些很好和很不好的故事 就化了名字去寫 就是出賣朋友的失禮 我想問一下,你寫愛情故事的瀏覽量高不高? 我不知道,因為他也是在雜誌裏面 即是還是指寫? 我想都是五年前17年的事 那時候還是雜誌比較多人看 他就沒有說將他變成Facebook 那你雜誌,哪本雜誌?不好意思 Mr 那都有一定的瀏覽量因為他們本身有固定的閱讀者 但其實紙報章已經不可以了 但你看著他昏迷了 看著他昏迷了 但可能我都算是看書那一代的人 我始終覺得自己的文字 由一本印刷印出來的味道是不同的 感覺不同 賺到錢了 寫專欄你不要預算賺到錢 預算是零用錢 或者有時候是義務 但你的成就感是來自於 你可能在社交媒體上 有名的 你寫一篇文 按個post 很簡單 但你真的要得到對方的編輯認可你 還要印出來的那一刻 那個成就感是差很遠 你們寫一篇文章是計算字數還是 以前好像是計算字數 一、兩、一隻字型那些 看每間不同 真的是Pokemoney Pokemoney 而且我本身寫文不是為了賺錢 你寫百多字就只有百多元 對的 一百字就一百元 吃得很快 但你寫不會寫這麼少時間 但又有趣的 你有這些身份的時候 很有趣的 有時候有些朋友分不上專欄作家和記者 就經常以為我是記者 但是有很多人都以為是同一件事 所以有時候人們都搞不清我身份 好像剛才你也覺得 究竟你是做公關 還是做記者 還是寫專欄 還是負責說愛情 大家會有點困難 但大家又會對你有些好奇 他呢 立即 多謝 這樣就令到比較害羞的人做公關是有好處的 就不用花時間去吸引人注意 本身已經很令人地 這個萬花筒裡面 究竟拆開是有多少粒花在裡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才能在裡面 我想問一下 好 你就因為這樣不… 其實應該是寫文為主 我覺得就是說你寫文是很厲害 也不是很厲害 或者你的眼光很特別 那就成就了你做公關這一行 其實應該是很辛苦 因為很多事情 因為Hailey也有幫忙做一些公關的 譬如你要搞記者招待會 從零開始真的沒有人去問 還是一直拔肩膊 叫一些朋友幫忙 扔完朋友做一下 其實那時候是 首先因為你做過記者 但他知道記者想要的材料是什麼 那你就要看看你的朋友 是否真的有這些材料給別人 即你是做過中間人 去發掘對方的優點 然後將他的優點寫得更加好看 然後就要教他怎樣表現 教他怎樣回答記者問題 那就做了很自然地做這個角色 本身真的不會做 是因為那個人真的很不適宜 他願意找你幫忙 後來就 你說舉辦記者會 通常都一定是拍過頭 可能你寫好新聞稿之後 就問對方有沒有興趣 他有興趣就派人來 他沒有興趣 其實你沒得逼他來 因為這是自由的 除非你給錢他 但不可以給錢他 因為你給錢 要不直接跟他公司買廣告 你給錢他 就應該他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ICAC 但應該記者是不可以收人的錢 公司收 公司收 就派一個記者來做採訪 對 但公司收的話 就讀廣告 至少幾萬至十萬以上 如果這樣做的話 原來是這樣 所以一般公關的作用 就是公關公司收錢 可能都收五萬至十萬 舉辦記者會最便宜 我要問一下 然後你要問Hailey 因為你兩個都有關做brand building 其實公關和brand building 是一樣 還是公關自然是brand building 我覺得是兩件事 我覺得兩者都有連繫 公關差但有branding也是死的 所以一定是有連繫的東西 所以公關做得好 brand自然做得好 叫好一點 輔助 怎樣都一定有輔助 如果本身brand很大 但公關是公關災難 死硬 很容易令品牌的形象變差 我開始明白 因為brand building 其實這幾年才流行 以前是公關的 以前就是公關多些 現在就說 我幫你brand building 我現在專門做brand building 我經常說brand building 是怎樣的 賣廣告 營獎 你說可以很虛 但又跟公關 我又覺得是否一樣 兩件事 令到我們很懷疑 但你還要說是運動公關 要是專注於你自己做運動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說說他帶了很多不同的書籍 關於運動 我們回來再說 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未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B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兒 老人科醫生 莊麗 到這一部分 就可以說回運動 來得我這裡 也要有健康的東西 Haley會找她過來 就算我心理我們也是 但我們真的會說回運動 剛才Gordon給我看了 她說她本身有間公司 公司裏面 其實是一些訓練的學校 我叫做 也是唯一認可 其實我一看 可能我這一行 一看CPR 復蘇身份 沒錯 你們都搞這樣 有很多 應該是運動體能 加上我又見到有些物理治療師 Haley已經立即問她有很多運動員 你本身是認識很多運動員 而定一說是開了這間教運動的 教運動導師 應該說她不是教培訓的運動員 她是教運動的訓練 簡單說去一個學院 給一些訓練員 去這個學院學東西 出來做執業 沒錯 所以你是裏面的僱員幫忙 應該這麼說 這份事情又怎麼來 所以無緣無故就變成運動公關 連結是怎樣 因為這間 Finnis學校 體身學院 其實就是30年前 我們老闆Kenny成立 當時其實香港也有 可能兩間政府機構 培訓教練 私人應該現在多了 可能有四五間 但很特別地 我們也是唯一一間 可以CF讀教練牌 其實香港很有趣 香港沒有一定要 人有教練牌才可以教客 反而是商業主導 反而是可能 你去過連鎖店的管理層 你沒有牌我怎麼會請你 你一定有牌我才能給客人信心 還有老實說 有些人很天才的 他沒有教練牌 都會教你做健身 但問題來了 他教你第十堂 到第二十堂 三十堂 他沒有新東西教給你 所以為什麼 我們學校有100種課程 就是因為原來 我們覺得 三歲到八十歲 都很適合做運動 例如我自己 我自己也考了一個 兒童教練牌 跟老婆一起考 其實我老婆小孩八年 我們做了同學都挺過癮的 但是為什麼那時候 特地考兒童教練牌 就是因為我們的女兒 三年前剛剛出生 所以就想學一些技巧 怎樣跟她一起玩 怎樣相處 所以兒童教練牌是一個 類型 但例如我爸爸 他七十歲 他其實可能行動有些不便 你用普通的健身方法 是教不了他 所以我們有個長者 體系統教練 是專門教導人 如何跟長者做運動 又或者… 即是你爸爸和你都做同學 我爸爸也沒有和我做同學 但我有嘗試用一個很軟的方式 鼓勵他做運動 親子運動 不過沒有 做兒子是叫不動的 做孫才叫得動 沒錯 然後可能以前 以前很老實說 產婦或者孫婦 是不應該做運動 但原來醫生 許可下 孫婦可以做一些適合運動 令到他防止失禁 或者可能腰痛 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個課程 都是要特別讀的 所以我很輕輕說 兩三個例子 所以你就會看到 原來只是分門分類 都已經是起碼百多項的運動 即是在學院裏面 不同的課程也有百多個? 曾經用一百個 如果現行做有六十多個 這本書都寫不完 寫不完 其實純粹是放在… 我有點好奇 證書的批發是有沒有認可的? 因為其實一三年的時候 我們是得到資格架構 還有持續進修基金 然後為什麼你剛才看到CPR 其實我們要每一個讀高級教練班的同學 教練是需要有CPR才能畢業 因為有時候始終你教人 如果突然間客人有什麼事 或者我覺得一個教練 是應該要起碼基本 怎樣急救 當然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急救完之後 要同時間打電話去救一救 很長時間也要讀 起碼超過百二個小時 我看到他可以拿持續教育學分 兩萬元每個人都有 現在是兩萬五 兩萬五 我一次都沒拿過 那你就好了 那你來讀的就可以 我來讀這些就可以看得到 因為我記得有英文學校可以看得到 你那兩萬元肯定還沒用 應該還沒 但好像有TOEIC、TOEFL 都可以納入在資料中心裡 看來你也不會移民 也不會去考TOEFL 我以前讀書已經考了 很小的時候已經考了 那你就用錢來讀這些 因為可以看得到 去做運動 那你一個課程大約多少錢 你多不多男生 大概 現在女課多了 以前我入課的時候 40個都是一個女生 但你選一個男生多就行了 大約多少錢一課 多少錢一個課程 高級班整個課程大約16000元 即是12000元 可以讀兩課程 令他可以再教一個人 其實通常那些導師 可能他本身是大學的講師 以前 也有大學的背景 也可能是物理治療師 或者是註冊營養師 因為我看到有新童飲食 其實我們的教師團隊的導師 都幾經驗豐富 我又想問 因為我其實曾經有辦學 是想申請一個資歷架構 首先就是你的學校要被認可 然後導師都要在上面 即是被政府認可 你才可以有資格去教 是不是這樣 沒錯 即是自己都要調查上去 因為資歷架構很嚴格 甚至乎是 你的BR的註冊地址 你教學的地方 例如你讀CFE的地方 他要看的 你必須要認可的課室 教他才會給你 是不可以亂來的 因為課室都要求 那天有火檢 火檢 保險 全部要齊的 另外 總之他一定是嚴格才能做 所以一般 坊間的體系人學院 是不會做 因為其實第一 要很多錢 就算你有錢 也很煩 也不是你肯給錢 或者給時間 政府會批給你 所以我們每次做這件事 同時都很辛苦 近這幾年 尤其是COVID之後 很多人都關注自己的健康 你覺得現在 這段時間 最多人讀的是哪一班 其實基礎教練班 和高級教練班 是比較多人讀的 為什麼沒有工作 因為基礎 沒找工作 最特別是 我沒有記錯 有500人 專門選擇 online的基礎班 讀 因為當時COVID 大家不敢出來 很悶 所以家裡沒有工作 但我們給個online課程 那些人又讀 因為online的基礎班 其實大概3000元左右 可以讀五個 但他大概想 以3000元嗎? 可以讀五個 不過是3000元 單獨無法讀 CEF 如果要讀高級班 要先讀高級班 我先讀高級班 而且合格了 不用再讀 所以不用讀我們的課程 我們讀房間的課程 所以變成我們online班 竟然也有差不多500人讀 其實也是個不錯的數字 因為你想想香港人本身 我真的不太喜歡讀online課程 坦白說我自己喜歡面對面 因為我想認識同學 或者互動多些 你擺明 以前和現在的目的不同 現在可能認識很多 他很害怕 我不害怕 老婆會聽這個節目 沒錯 我想問一個專門 很厲害 不是很厲害 現在不是物理治療師會讀的 但我猜是應該帶物理治療師去讀 然後教他 沒錯 我們的導師 首先都做了十多年 物理治療師 還有我們本身 和一個國際的學院合作 他們是在香港分佈的 所以那些課程 是必須經過那邊的審核才可以開 比房間可能隨便讀一個課程 會有保證 因為你有物理治療師的底 我覺得很有趣 有個長跑教練證書 接下來又會開打 所以是否應運而生 那百多個課程 是否像你這樣做市場觸覺 找對的人來教 有些確是這樣 但長跑教練做了很多年 因為我沒有記錯 做了三十多班 因為有些 真的預備跑 跟學生不是想做教練 但到長跑很有興趣 就會讀這個課程 反而你說真的 看好市場做就是醫道有講 就是忍者健身 我也想問 學做忍者 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們有三位同學 他們本身是教練 做了十多年教練 其實他們很喜歡參考外國 玩那些忍者健身中心 然後自己砌了忍者健身中心 開了兩間 剛巧他們幫一間NGO 都開了忍者中心 但那邊的職員就不懂 所以我們開了課程 是教對那些NGO的職員 怎樣做忍者教練 忍者教練 在那些情況 有些上面有猴子爬來爬去 飛來飛去 這些都比較難做和少有一點 是新興運動來的 因為在2028年 忍者健身 忍者運動有機會成為奧運項目 是不是很厲害 因為奧運馬術應該不會再做了 為何這麼可惜 因為奧運馬術人們覺得對那隻馬不太道義 是呀 說過了 所以就會由這幾個項目取代它 好 接著我又要問 我見到就是有這個 因為你經常不停說NGO 你的NGO如果是針對長者 是不是只有一個對呢 因為其實我接下來也有很多人會問我 那個長者 那個不要說rehab了 我們去到不要說康復了 譬如我們說四五十歲都開始步入 中年打後 其實這一班人的運動量 可能都是落樓下做jean 但其實我們可以歸入一個保養的運動 你覺得你又要跟NGO合 其實NGO那個架構又可能真的付不到錢 是的 是的 馬上說是 我也知道 那怎樣呢 可不可以怎樣想一些課程 可以讓NGO想得到 或你可以隨便在你的機構裏面做 我又不可以說他付不到錢 只可以說他的預算在其他地方更加有用 但有時候可能他壓外 要做一些workshop給慢性病患者 可以做workshop 那他未必 立即給朋友看 他未必立即有一個預算做到 所以我通常會問他 你大概要多少錢 或者是否打算義工 那我來都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是想給 因為我們是想給一些工作機會給教練 讀了這個教練 他也要一些工作機會去實踐 我給你一條條條 你做通證治療 通證治療 因為他現在這裏有拉筋膜刀 你沒有專注在痛症 通證治療 好 那我們開始給一些相片 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你的相片是怎樣來的 好 當然是介紹一下你 這張相片左邊是我的教練Alan 其實他在我入行的時候 剛剛考了教練牌 其實有時候有人問我 你的工作成就感在哪裏 就是你見到跟你同期入行的教練 由他扣教練牌到他拿了十多張教練證書 到他創業成為老闆 其實是很感動的 因為你好像見到一個朋友 成長了 和你一起成長 而且我和他比較特別 是同一年一起結婚 他有他老婆 我有我老婆 但同一年結婚 不用擔心 我怕觀眾誤會了 大家也誤到 不要那麼害怕 雖然他聰明了很多 大家小朋友差不多大 都是三四歲 所以大家一起成長 中間那個就是藝人Shirley 有時候我們的工作 就是幫藝人找贊助 令他們可以繼續做運動 因為他們都要拍廣告 我們有時候都有這樣的合作 我們看看下一張 這一張 看到一群綠色衣服很年輕 其實他們小時候二十年是師弟 我以前中學讀聖租 中環是一間學校 其實二十年前我們的師兄 打籃球是很厲害的 當時贏了三十四次冠軍 但是後來… 你也是從小到大打球 但是我進不了校隊 因為我比較差 但是你很高 因為我比較衝撞 阿sir很怕我會打傷對手 所以他不讓我入校隊 但當時還沒有入校隊 我怕他打傷人 我怕一拳打死你 不要叫我打出拳 張sir說怕我打傷學士的拳手 所以我很無聊地沒有入校隊 你有沒有六尺 我剛剛有六尺 但現在的師弟比我高 高於10cm 這班師弟 這麼厲害 全部很高 193 193、194 整班嗎 整班大部份 好恐怖 然後你看到我和隔壁的教練 其實那個教練是我師弟 我們都是三十多歲 Haley不像那麼高 因為每個人都這麼高 整班都193 然後我們大概四五年前 在舊身盃和師弟交手 因為我們都三十多歲 三十歲左右 當時我們竟然打完一場球 贏到那班師弟 其實不合理 因為正常的師弟 應該比我們快 比我們準確 後來令到我的師弟 家雄覺得不行 我們要回去教師弟 打好籃球 家雄真的用工餘時間 他也是一甲二籃球員 哦 那他就 就是盜鑽 他就回去訓練師弟 由幾年前可能跌到第二組 今年升D1 贏到港島的冠軍 其實我們做師兄 也是很想讓他看到全城 有時候你要運動產業化 學生運動可以推動到 其實你的師兄真的要回去 真的義務回饋他們 那時候家雄就是做教導的角色 我的角色就是用一個 可能專欄作家身份 去分享他們很苦練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經常幫務校做事 好像有團火 剛剛好像有團火 阿根廷由大到培養小 好 下一張 這就是我們的學院 其實有時候要凝聚教練的默契 除了安排上鏡做訪問 出去BBQ 喝酒之外 其實你也要做一些運動活動 有時候可能是參加馬拉蟲 或者有時候參加籃球比賽比較多 因為好笑 因為通常我們這隊球 不算很厲害 但因為個個比較大隻 你一殺到藍底 那些人就會讓一條路 不是 我剛才想唱 那隻西牛座給你 都挺大隻 每個都大大塊 幸好這隊球成軍以來 第三次贏到冠軍 當然是一些業餘比賽 但起碼讓一班教練可以 除了平時對客人之外 起碼一班兄弟群出來打球 亂以下是好事 我們看下一張 這張比較特別 這兩位都是我的中學同學和師兄 因為其實大家對推動運動 都有個火力 其實他們正職不是推動運動 但他們最近做了一個 香港比較特別的沙灘水球賽 做一些保育 請了一個鬼網大叔 去教一些朋友 如何把垃圾 變成一些可用的道具 和撿垃圾 所以其實做這個活動 通常我的師兄弟 或者同學都知道 其實他們找到我幫忙撐牆 我都挺義無反顧 例如他們找我去站台 我可能用一個運動公關的身份 去分享這個活動 變得有少許成效 因為始終我都是業界人士 變得大家互相合作 其實我不太懂游泳 但我都支持一下 也是運動 你可以叫到一些記者來做訪問 也會 因為挺特別的 還有那時候安排了兩個運動KOL 去幫忙發帖 始終這些活動又是近乎NGO 其實有時候未必有很多預算 例如外面有些工作 找開這個KOL 你可不介意幫忙 但我亦都很均真 我真的沒有收錢 我都會告訴你 其實我真的沒有收錢 你先可以才做 但當然我亦都很聰明 可能下一個工作有錢 我馬上找個幫忙做 你不能虧欠別人 不可以這樣 經常義務幫 再看下張 這就是我女兒 這是不是你剛才說的課程 這是什麼 兒童的課程 不過這時候是我女兒 剛剛一歲的時候 現在三歲了 那時候是幫產前產後的COSPAD點片 就是我老婆和女兒一起做產後運動 當時她應該一歲了 就懂得這樣舉著 很有趣 因為有時候 可能做父母的心境有點不同 其實有時候都是想 雖然是女生 但我們有時候做到 假設她跌倒 我們都沒有扶她 變成她從此之後 她就不怕 她就很堅強 原來有時候 我們也想訓練女生 保護自己 有時候女生也會被欺負 但我們想她可以學習 如何保護自己 好的 我也很兇對她 兇的有限 兇的有限 兇的 有些朋友說 剛才Alan說 你好像懲教廚一樣訓練她 那沒辦法 也要這樣教 好的 看下一張 這張是我和我老婆 大家看到我們很螢光色 因為以前大家有沒有發覺 她的健身中心 大部分她們的制服都是黑色灰色 我自己覺得 我做醫行就不想那麼麻煩 因為大家也知道 很多年前 健身中心有一些黑色文化 或者劏客 其實現在少了很多 現在大概佔1% 我經常覺得 你要做一個運動公關 或者大使去推動健身行業 其實你要讓別人記得你 因為我的樣子比較平凡 但我發覺一些藝術朋友 或者大家主持朋友 認得我 就應該記得我全身顏色 未必記得你的樣子 尤其是戴口罩 尤其是戴口罩 看不到的樣子 我試過真的戴著口罩 穿著顏色色 我講過很好笑的事情給你聽 我剛才咪前也跟你說 我老公是認識你的朋友 你的前輩 然後她說起的時候 我問你是不是在說Gordon 我不確定 即是跟她說的時候 我打開你的照片給她看 她說是這個 我說你打開你 你收到那張照片給我看看 你是不是在說同一個人 我發覺你跟威Sir的樣子很相似 她就誤以為你是威Sir 威Sir很厲害 有時候幫我自己 我老婆沒有那麼高調 她的顏色比較低調 不過我老婆也是同行 我想亞洲少有的波鞋設計師 所以我們是網上情緣認識 認識了一年後 結婚生仔 生小朋友 就一起了 好 下一張 這裡就是30周年的時候 我們就找一群比較年輕的 90後或年齡的學員 幫她回來拍片 大家有沒有看到大姆的學員 你猜她多少歲 年輕的 也是年輕的 猜不到 其實她今年64歲 當時62歲 也不像 她的翻名叫老爺 因為她拍攝節目叫老爺 但她比女婿還大 我記得那天她嫁女兒的時候 她穿西裝裏面不穿衣服 把胸肌露出來 然後她比女婿還大 你小心一點 對我的女婿比較好 我想我將來也是這樣 你應該也是 好嚇人 最好現在要訓練 但你看到我們的學生 通常18歲起 一般二、三十歲、四、五十歲都有 甚至乎我們試過有個學生 最大是74歲 好 但其實她不說74歲 我以為她是50多 因為她很年輕 後來聊天 為什麼她來考牌 原來她是一個退休的中學校長 之後她來考牌做什麼 有時候學校要代負老師的時候 她可以回去教小朋友跑步 是教小學生跑步 74歲的叔叔 我真的很佩服 你問我 我真的想像不到自己74歲 還有沒有精力去教小朋友跑步 但她可以 可以保持得到 她真的厲害 現在沒有長不長者 那就看下一張 這個人很高 兩米一 因為我剛才也有說 我寫了運動專欄 我四年前就在球場上 留意到一個中學生 那時15歲 Jeff 他差不多兩米 我覺得一個兩米的籃球員 對香港籃壇很重要 他去了加拿大讀書打球 我寫了一篇專欄 是寫他的成長路程 那篇文章也有過千個讚好 後來我寫這件事 不是為了like數 而是我想用我的平台 令到香港年輕 或者還沒拿牌的運動員 得到關注 後來他有時候 他今年沒有回來 但他每年回來 都會和我一起去打比賽 這張相片比較有趣 我女兒兩歲 剛剛她的隔壁很矮 很小顆 我加我女兒才高過她 有機會 很有趣的情緣 不是情緣 很有趣的友誼 就是他媽媽和我 都有keep in touch 他媽媽又很感恩 很感謝你幫我兒子 我經常和媽媽看球 看她打球 我們看下一張就完了 好 這張又怎樣 這張又純粹帶領一個熱潮 就是我們看甲一籃球比賽 比較悶 我們特意放大一個人頭牌 60C的人頭牌 去支持我們的何以赴和方誠意 令到大家都會關注到 原來香港的看球是這樣玩的 可以這樣玩 因為整個牌其實都很便宜 大概50元左右 其實很開心 很開心 你何時比賽 十個人都是你的頭 你這樣做嗎 拿給我嗎 十個人都是你的頭 其實有時候我都說 你籃球怎樣職業化 怎樣可以做到公關 或者做到Marketing好些 Branding好些 其實你將這些牌 印10個包送給觀眾 拿出來已經差很遠 其實這個我們應該是第一個做 其實我們做完之後 都把牌送給別人去玩 開心一下 看完之後 你會發現原來公關就是這樣做 而且我很開心 Gordon是其中一個 是很能夠將運動這個職業 去帶給更多人的希望 因為你也知道 除了我們去年奧運 認識那幾個人 其實其他運動員 都是密密加運 其實都很辛苦 我認識很多職業的運動員 不會出名的 未出名 他們一定是這麼辛苦 不會未出名 可能他密密降也不會出名 因為你不是最上級到奧運 其實永遠沒有人知道 你就幫他們創一片天地 沒這麼說 出了一份力 因為我剛剛把你的照片 傳給我的NGO 他馬上說 麻煩你拍清楚一點 你繼續為我們中年加老年的人 去謀求福你 就是這樣 因為最近有個很感動的項目 是我們幫盲人去做運動 我這個老婆那個 黑武士計劃 我也是有看過 我也認識很多 盲人協會 因為我訪問過 聽障 這些都很需要運動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運動呢 其實我們說了很多 心理和身體 真的要運動 今集就謝謝Gordon 我希望再有機會找Gordon 我再訪問一些運動知識 好嗎